好 下面开始 双手挽花 然后上步以后 两臂搭在一起 进行内外上下 要缠绕 然后两个人可以同时的互换 一人领 一人随 搭到两臂 沾粘连随不丢顶的那种感觉 主要是练习两手臂的清零自然 而练到入秤杆之灵 然后它可以左右 所以这种方法主要是练着一个领一个随 所以在练习的时候 在任何情况下 只要对方一动 他就知道怎么去做 要左右翻转 上下左右 然后内外旋转 就算是练习不丢顶的那种感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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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练习不丢顶的一种感觉 也会让它再读习不丢顶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也看不出 如果您时常询习不丢顶的那种感觉 就算是练习不丢顶的那种感觉 就算是练习不丢顶的那种感觉 又转习不丢顶的那种感觉 虽然是练习不丢顶的那种感觉 不丢顶的互换顶的那种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